於那個企業的部分 我們已經說可以 那只要在 媒合醫療機構 那企業只有在反映 就是不可以讓他們一般人也來執行 那昨天 前天還昨天 我也說明現在的訪單 這些都是還是要醫事人員來執行 那如果他 沒有辦法找到醫療機構 我們也願意來媒合 這個來做 這個是應該是有 是可以做的 那另外有一些國外是不是有一些新型的一些 自己一個快篩的工具 我們也積極 也再來尋找 然後至於就是說公佈的個案 是不是可以